所以我觉得劏房这个问题也是全社会最关注的 这个痛点来说如果政府立即行动 就给大家一种感觉 正在做事 正在行动 因为现在政府说了这么多话 房屋又说不会这么快 土地又说找就找到 但也不可能是阿拉丁神灯画变就变 还有清洁使用还要一段时间去部署 唯有劏房在大热天时大家就感觉到真的很辛苦 所以那一行行动 市民就觉得政府终于做事了 做事的感觉很重要 因为现在说得比较多 我觉得劏房是焦点所在 应该多建个度性住房 大家好 欢迎回到大师拼头 宋sir 早前我们的房屋局局长何永然接受报章的访问 提到一件事 他现在发展局将会限制建造房屋的尺数的下限 令到一些比较小的房屋不可以再建 包括不单只是一些私人的屋宇 连带着公营房屋都会受影响 大家就很关心 公营房屋的小单位 你现在限制建造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上届政府提出的 10年的公营房屋的建造计划呢 当然他就说 其实我们政府内部都有讨论过 也不会一刀刺 将所谓的小单位完全不起 按一个市场的需求 建计相对的单位 令到我们的置业阶梯里面 起码都有多级可以走 当然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还有过渡性房屋 或者组装房屋的方法 其实都是帮助市民踏上自业阶梯 让大家觉得真的不会跨一个大级走那么辛苦 起码多一点缓冲区 慢慢一步 一步十级而上 宋sir 你观察了香港 整个过渡性房屋 或者整个整体房屋基建的政策 你觉得香港现在公营房屋 或私营房屋等等的情况里面 我们的痛点在哪里呢 政府应该是从哪方面着手去处理最好呢 痛点就是很多人仍然住在劏房 不是说公屋都没有 不要说置业 住得舒适一点 生活空间大一点 宋子读书 写作业就不需要在床上 就已经好很多了 尤其现在天气这么热 在劏房真的很难顶 所以劏房是社会最基层最基层 当然何局长也说了 现在政府出了一个标准 不可以少过280呎 但要达到这个标准来说 公屋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如果不少过280呎 理论上建的单位可能就会少了一点 如果可以小一点的话 就可以多一点 但新旧政府之间 就这个规划 还有空间可以磋商 我们都见到何局长其实都很紧张 都是需要和有关的部门 多一点开会去谈一下 而且因为你建的话 面积大或小 和你那个组装的预件 和建筑的技术都有关系 一切都未完全定案 当然政府亦都要求 已经差不多起好了 就算附近的基建 道路交通运输未行的话 是不是有些居民愿意 我也想先上楼 就让他们先上楼 那里也有两三千个单位 但早前何局长说了 未来这两三年公屋的落成量 大概就一万八千七百伙 是这么多了 你不要再逼我了 那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就远追不上的 所以你如果问个置业梯阶 我想对很多住在劏房的居民来说 要不可及 我只是希望住得更合理 可以说一家人生活的空间 稍为大一点 你说要自己买个物业 我也不敢想的了 所以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特别是天气这么热 全世界都热到爆 劏房怎样尽快 可以透过过度性住房 舒缓一下住在劏房里的居民 有二十万户 是说几十万人 这些天气 所以我觉得 何局长应该将焦点 的确聚焦在过度性住房 去帮劏房是对的 这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亦是社会当中最强烈的一个痛点 宋sir刚才提到劏房 过度性房屋等等的问题 呼应我们的特首李家超 所带领的四个工作小组 我们已经有不同的司长 副司长分别再带领 其实里面主要是针对土地房屋 最重要是我们的陈国基政务司司长 带领的弱势社群学生 摆脱夸代贫穷小组 名字很长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原来学生他们想处理的痛点问题 就在于如何帮他们 解决他们家庭结构性贫穷的问题 就要摆脱他们的夸代贫穷 希望父母那辈的经济环境 就不要延伸到学生那里 所以他在一个工作小组里面 陈司长将会带领其他专家 或者一些私有 就会进入社区里面 就为二千个劏房里面的学生 进行私有的培训计划 希望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就帮他们摆脱 现在他们家庭的困境 而陈国基司长做这个动作 就不单止针对学生 就针对家庭背景 还要针对劏房房屋的居住环境 其实他牵涉的范围是很广的 宋sir刚才我们讨论到 房屋局长何局长提出 他只是说房屋和公营房屋等等的政策问题 但现在其实未来政府还有什么的切入点 应该是要在这些方面里面做隔入 令到政府的工作能够深入到基层里面 劏房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可以看到香港社会基层当中最底层的 就是住在劏房那里 一家大小很逼 甚至吃饭在厕所那里 这些大家都屡见不鲜 亦都是中央看下去最不开心的 希望以后都尽快能见到 所以陈国基司长 以这个帮助 2000个初中生住在劏房 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透过帮这些初中生 让政府的局长和处长有机会进入这些劏房 大吃一惊 原来他们真是这样生活的 震撼一下 我记得以往也有很多立法会议员 甚至一些官员个别 都去看过那些劏房以前的板间房 真是很震撼 因为觉得要加快 劏房的年轻人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因为这个劏房问题牵涉到有五到六个局 火局 文清局 劳福局 文清局牵涉到青少年 劳福局更加要帮助这些住在基层的市民 然后衣服卫生局 居住的环境 甚至民体女局如何帮助这些住在劏房里的青少年 在运动和健康方面如何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都是有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一个司长带着五到六个局的局长 一起去研究怎样可以帮劏房里面的青少年开始 然后里面的居民 其实社区组织协会一早都说了 2000个太少了 但是先走第一步 所以我觉得劏房这个问题也是全社会最关注的 这一个痛点来说 如果政府立即行动 就给大家一种感觉 正在做事 正在行动 因为现在政府说了这么多 房屋也说不会这么快 土地也说稳定也稳定 但是也不可能阿拉丁神灯说变就变 还有清洁使用还要一段时间去部署 唯有劏房在大热天时 大家就感觉到真的很辛苦 所以那一行动 市民就觉得政府终于做事了 做事的感觉很重要 因为现在都是说得比较多 我觉得劏房是焦点所在 应该多建一些是过度性厨房 何局长已经说了会加建 现在过度性厨房可以建高一点 因为始终是过度 两至三年空空位帮其他人 所以建高一点也不要紧 还有在全港适当地段透过发展商借出一些地段 可以建得快一点 我觉得是对的 最后宋随刚才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跨部门协调 就是说各个部门或者各个局 就不可以各自为政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终极的政策目标 譬如由李家超特首或者我们的陈国基司长 他们很清楚地说给各个局知道 我们就要处理某一个阶层的问题 譬如是基层学生的问题 我们就怎样可以集中不同的局的力量 就为这一班群众做事 这就很重要 即是说我们的行政机关 我们的社会公益服务 是怎样落到地 进入到基层里面 这个介入服务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说到就是要落地了 我们现在的政府就跟这个立法关系就很好 行政立法就经常是前轻交流会 大家的立法会员就交流到 不亦落父 但问题就是 我们的行政机关呢 亦都要直接地跟我们香港市民去面对和吸收他们的意见 但是呢 现在就暂时当然啦 因为李家超特首都是上场那十几二十日 他都不能够立即落到社区那里的 但在未来 究竟我们香港特区政府怎样重新跟我们香港市民建立一个信任和直接的联系 怎样可以将市民的意见带到政府里面呢 那我有留意到就是李家超特首在他那个竞选的政纲呢 就有几句说话很重要的 就是要多沟通多聆听来到是沉申是带领香港 即是騰飞 再次騰飞 李特首也都说了 我们很快就会去展开公众咨询 将公众的意见呢 总结成为我施政报告的一部分 那施政报告呢 就10月19日 那怎样去咨询公众呢 什么时候落区呢 落区这个名字 过去个个政治人物都知道 你落区呀特首你要落区呀 所以我也想问 李特首你什么时候落区呢 你就已经带领了那些司长局长 去前厅那里即是交流 那个环境挺好的 行政立法官是当然很重要的 但是落区聆听公众的意见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无论行政立法官是多少都好 做到多少都好 他是在民意的基础 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上来到做事的 那现在社会面对什么问题呢 公众有什么看法呢 公众希望政府做些什么呢 公众对于居住的环境 这个大家都关心的 想你怎样呢 你就应该要带领司局长去落区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在香港区议会在18个区都有很好的社区网络 有很多社区的会堂 那是不是李特首是吧 陈国基司长是不是可以带领一些相关的局长 落区一个其中一个区 游尖旺 梁显尼社区中心最好 那里有很多劏房很多基层市民 那下去就有一个定期会见市民计划 其实挺好的 过去即使在殖民地的时期 立法局两国议员都有定期会见市民计划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在一个新的时期来说 由特首亲自带领 下去一些社区那里有一个定期会见计划 让市民知道 什么时候就有哪个局长 有哪个司长就在这里了 那就可以预约 甚至到时就去 即是现场去跟这个 高官交流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 亦都是公众资讯 面对面最好的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计划呢 其实很多立法院议员都很熟 你问一下大政党 个个认识的 可能局长就未认识 反而议员就会认识 你问他们就知道 今天宋sir就为我们分享了 就是我们的房屋局新的局长 何永元局长 其实他要处理就是我们香港人置业街梯的难题 其实我们的街梯 就一级一级就越来越大级 很难难过 所以你一定是要想一些办法 包括了组装的房屋 或者是过渡的房屋 就帮助市民 细级细级慢慢的上 才能够解决到我们香港 比较深层次的问题 当然 房屋问题 固自然是根深蒂固 但还有就是我们政府和公众之间 那个桥梁 和我们怎样可以建立到政府 在市民心目中的信心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所谓的正通人和 就要这样慢慢一步一步建立 希望我们 将来的利特首 亦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就是 吸收到我们的意见 就真的能够做到 就多些落区 听取市民的意见 如果大家都觉得我们今天 大事拼图都挺好看 欢迎去到我们 香港麻津研究所的 Facebook和YouTube channel comment share like subscribe 如果有什么问题 想问宋sir的话 欢迎在留言板 留言给宋sir 宋sir会在节目里面 为大家一一分析 宋sir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 就和观众说 拜拜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 一定要看 给like订阅 埋进 肯有你着数